大家好,我是笑敏,今天我们吃巧果 在每年印历七月初期的七夕节 姑娘们会向心灵手巧的织女祈求 希望自己也能心灵手巧 所以七夕也叫七巧节 这一天,山东的一些地区会制作巧果 就是将面团放入各种好看的模具中 压紧后印上花纹再磕出来 之后放入铁锅中烙手 巧果模具中的小篓子寓意保护孩子 狮子寓意观运亨通 碍叶就是去读保平安的意思 在郊东某些地区的方言中 磕的发音为卡 所以磕巧果也被传为卡巧果 面团的软硬随大家的喜好 我这个是比较软的 如果你用烤箱的话,减少一点水量 烤出来的巧果外皮就会比较酥脆 面团里还可以加一些芝麻 烤熟之后就会更香 虽然我们身在外地 也没有漂亮的巧果模具 但是依旧可以做出这种熟悉的味道 可以直接切块烙手 也可以包入各种限量 我做了玫瑰花和红糖的 你也可以做豆沙或者芝麻馅的 在红糖里拌一点面粉 能让糖在加热融化之后变为半固体 这样吃的时候糖水就不会流出来烫到嘴 如果面皮破了就拿一小点面团补上 烙的时候糖水就不会流到锅里 面饼要薄一点 一定要用最小火慢慢烙熟 小的时候老人会把硬硬大小的巧果 用线穿起来 让我们挂在脖子上 又好玩又好吃 不论身在何处 家的味道不会变 谢谢大家观看